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我們最常見到的 冷光美白的方式 就是用土藥劑的方式去照光 但是這個就像 剛剛各位議員分享 第一種方式 其實它維持的效期很短 雖然表面上我們都會寫 大概是一到兩年 可是這個前提就是 包括像喝紅酒 紅酒不行 然後咖啡 對 因為第一種 咖啡也不行 不行 因為茶也不行 辣椒醬油也不行 辣椒醬油 辣椒還好 辣椒不行 辣椒不行 那妳吃有什麼樂趣 什麼都不能吃 重點是冷光美白也沒有很便宜 冷光美白的話是整口 整口大概是一到兩塊錢 天啊 那我只能改喝高粱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吃高粱 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可以 可是這樣咖啡不行 所以重點來的 妳人生要有樂趣 就是要選它 妳就是多存一點錢 像慧如姐這樣子 我在五年 沒錯 因為我們的牙齒 旁邊不是有粉紅色牙齦包 對 牙齦呈現粉紅色 就是因為裡面有血管 對 這些細菌一旦進到血管裡面 血液就會回流到全程 往上的話就是到鼻痘 然後再到腦部 然後往下會到心臟 對 然後像懷孕的孕婦 如果牙齦發炎的問題沒有解決 甚至會造成早產 對 因為這個都是有 就是已經有研究證實 因為每個人的訴求不一樣 就是像他們藝人 畢竟要常常在螢光幕前出現 如果你想要讓牙齒變白 就是有這三種比較常見的方式 第一種冷光美白 我們剛剛有說到 它是用 藥劑塗在牙齒表面 然後照光 它利用氧化還原反應 把牙齒的色素代謝出來 那我們一般居家的那種美白貼片 也是冷光美白 居家美白跟冷光美白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藥劑濃度不同 居家美白回家帶 所以它的藥劑濃度比較低 那冷光美白藥劑濃度比較高 需要在診所進行操作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造完之後 會有一點暫時的痠痛的敏感現象 那個是因為我們氧化還原的過程 這個藥劑會去深入我們牙齒內部 然後會去拉扯到牙粉質小管 對 不過那個都是暫時性的 但是這樣子的效果其實並不好 因為它維持大概一年左右 其實就差不多色素回來了 又回來了 因為你每天一定會吃東西 會喝咖啡這些 還有紅酒 酒一定變少對不對 不能放棄 而且食物裡面太多醬油的東西 對 食物一定會有色素的 所以才會出現下面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陶瓷貼片 第二種就是所謂的全磁罐 差別就是全磁罐是整顆包覆 所以它對牙齒的保護性相對是好一點 但是它有好就有不好 因為你要做成全磁罐的時候 牙齒必須要磨得很小 你會把牙齒整個縮小 大概將近二分之一 這麼小 對 非常小 你要整顆把它套住 對 現在比較流行的陶瓷貼片 就是標榜 因為我們磨牙齒的量會比較少 我們只要把髮膀質表面消掉 大概0.3到0.7mini 就可以貼上去 所以這兩個適應的人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你今天牙齒是矯正過 然後很整齊的話 其實你做陶磁貼片 它保護性一樣會很好 因為你牙齒並不用磨很多 但是如果你是牙齒原本就比較亂一點 或是你想要調整 像剛剛會如果調整牙齒的部分 你有效應的問題 如果做全磁罐的話會比較適合 這本身陶磁它不會變色 它不會變形 所以它本身不太容易壞掉 可是我們壞掉的是我們自己的牙齒 你牙齒如果沒有照顧好 你產生牙周病的問題 牙齒可能會萎縮 這時候你的牙齒跟牙齒 它中間就會有縫隙 你就會很容易蛀牙 可是問題是沒有做這個 你就算是自己的牙齒 你也有可能會有牙齒的問題 所以總歸一句話 不管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口腔保健真的很重要 做這個全磁罐 這個有那個可以睡早的 可以睡早的 有舒眠的療程 睡舒眠 可以睡早的 對 我們現在牙醫跟醫美一樣 我們都是可以用 配合舒眠的療程 我沒有 我是說如果是舒眠的話 我OK 對 你我OK 所以是看人是不是 對啊 怎麼都模糊焦點 原來是醫生本身 好 我問一個 我的爸爸就是年紀了 大概80歲以上的 您建議嗎 你說做這樣子的療程 對 做那個全磁罐 80歲 可以 這個還是要先給 專業的醫師檢查 因為如果 專業醫師是誰 像我這樣 像我這樣 因為爸爸 我爸爸很愛笑 藍巴很愛笑 然後他常常 他是那種 晚上要拿起來泡在 背什麼 他那個是活動夾牙 對 突然他想要弄一個 就是不要拿 笑起來不用一直 他怕有的時候會漏掉 有的時候還要接一下 這樣子還是要搭配直牙 因為它底下沒有牙根 對 因為像我們做一般的全磁罐 是我們把自己的牙齒修小套上去 可是那個前提是你要有牙根 但像他這樣子 是全口有活動夾 他拿掉 他裡面沒有牙根 我們還是要幫他 植人工的牙根 好 定上去 定上去 你才做成固定式的加油 這樣要撇多少錢 而且這個是要看他做幾顆 就奇怪 是我爸在弄牙 然後我也躺在那邊睡著 你知道為什麼 一起睡 一起睡 好啦 不好意思 接著下來 也不會 順子 還好 拍照 有時 去打